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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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出发去热月潭 还有九族文化村 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证明我们是成功去到了 因为这次我们也是挑战全城大交通工具去的 希望我们可以成功抵达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集Vlog了啦 OK 在出发之前我有一个好看给大家 如果大家来到台中像我们这样等下去热月潭 想要包车的话 又或者是你想要提前购买九族文化村的入场票的话 你们一定要在Clock提前购买哦 因为你在Clock提前购买的话 你再apply上这个Clock 上面Clock 你立刻可以得到多5巴士的折扣哦 我们这次去九族文化村的票 是提前在Clock已经购买好的 等下再教大家怎样去redeem OK 好啦 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Let's go OK 我们已经走到来这里 台湾好行的上车跟下车的地点 来到这里之后呢 先进来这间店里面 就是他们的服务台 客运服务台 然后他就会给你号码牌 记得要一定要拿号码牌先哦 因为他这里上车是需要拿号码牌上车 还要算有多少个人才可以上车 这里呢上下车都可以递悠悠卡 然后悠悠卡是半价的 所以比较值得啦 我去外面拍一下给大家 这个站名叫甘城站 如果大家要走路过来的话 就search这个甘城站 还可以去热月潭的 他这里很多车啦 可以去那种旅游景点都可以去 这是他的门口来的 我们是搭8点45那一趟 他不是每一趟都有去竹竹文化村 所以大家要看好那个时间表 哪一个是有趣的 等下玩过山菜啊 OK OK我们已经上了这个 台湾好行的巴士 就是热月潭去竹竹文化村 清津农场呢 都可以在这里搭车哦 他有两站可以上车 第一个就是跟我们那个甘城站 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 高铁站上车 甘城站那边会比较方便一点 离我们的酒店走路 10分钟这样就可以到 如果你是来高铁的话 你还要搭回台铁 回来高铁 就有点小麻烦啦 所以大家自己可以选择 去竹竹文化村需要2个小时 所以我也想选择 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成功抵达酒竹文化村啦 你们下车之后 你们就可以直走 就可以看到这个售票处 之后大家一定要在 clock 提前购买你的票 之后这边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我在clock 购买的话 我们还可以免费来回大 蓝车去热月潭 如果你们是在clock 提前购买的话 你们会收到一个email这样子的 这样我们现在就进去 其实如果你们要来这里买票 也是可以啦 这里的票是900台币 可是还是在clock 买比较便宜 哇 声大声 然后他就会出票了 就这样简单而已哦 同学 就可以进去了 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好 谢谢 诶 有表演耶 我们去看表演先 哇 很美耶 这里 今天是week day 所以没有什么人 我们先带大家去看表演 这里有客服中 啊 谢谢 结束了啦 拜拜 不要拜拜啦 喂 这里哦 其实蛮友善的 只要有楼梯的地方 就会有电梯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非常 很难度的年轻人 承一点力气 我有一点肚子饿 这里有东西吃 Plaza Cafe 走 我们就吃这个啦 吃的啊 大家如果来 九州文化初文 可以提前在那些Family Mark 先买一些吃的带上来啦 因为这里的东西是蛮贵的 这里吃的 我们这一set这样子要了我 280大羊 其实还是尽量对着其他剂的价钱 因为它的薯条全部大大个的 还蛮好吃的耶 其实它很小啊 上面包很多 哇 很烧啊 盖杯 盖杯啊 盖盖杯 从它的入口嫩的耶 吃完呢 我们要去玩我们第一个摄尸了 应该吗 玩过上去啦 你看它找回童年了 这里大人也可以进来哦 很久没有做旋转木马 呦 这个马会起来了哦 哦 真的很久没有做马了 有找回童年吗 现在玩这个转转车 诶 诶 很快耶 唱运动可以听了吗 现在我们要搭这个太空船 哇这个我很久没有玩了 听讲给我 我太久没有搭这个 哇就有感觉 哈哈哈哈 你真的笑了 哇 哇 哇 好緊張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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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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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手在抖 哈哈哈 很热 我們還是去玩那種慢慢的就 哈哈哈 大家如果看這一段的話 記得要把音量調低哦 剛才我做這個的時候 我差一點斷線了 我的那個生命 他是其實你看起來不高 其實非常無敵的高 很恐怖耶 這應該不會手抖啊 這個小孩子都坐上去了 我又上來這個了 希望這次應該不會撞到自己啊 我剛才玩那個 玩到頭很痛啊 那個海盜吞 應該是我人生最後一次玩了 那個 這個蠻爽的 大風耶 哇很高哦 不要看下面哦很恐怖哦 還有聲音哦 OMG 哈哈哈 想抖啊 我的炸雞要抖出來了 我就不要這樣出現了咯 應該差不多了 慢慢慢慢下來了 這裡有台灣好物想要分享給大家 都是我們來到台灣才知道這裡特別火的產品 所以咧想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這個 登登 那 泥浸絲啦 相信大家對這個牌子一點都不陌生對吧 就算咧我平時有注重到保濕這一塊啦 可是我還是覺得我自己的臉還是有點緊繃 而且有時候還是會暗淡無光 其實這個問題導致咧是因為我們的水分調節失衡 造成我們的皮膚不健康 陷入缺水輪迴 然後咧在台灣咧就給我遇到了我的救星 泥浸絲HA加玻尿酸超導潤澤系列 他們的配方就有六重玻尿酸 再加四種神經西安和兩種維他命 就是B3和B5 他們的使用順序也是非常的簡單的 大家先用這個化妝水 再用他們的精華 接下來第三步驟就是用他們的乳霜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他們的眼霜啦 哦還有還有就是每次我來台灣咧 我必須囤貨的就是他們家的面膜 就是這一個啦 他們的面膜真的是很保濕 每次用了之後都會感覺到那個皮膚真的有喝到水的感覺 這個超爆水系列的面膜的布膜 是超服貼水透膜 可以讓你敷出爆水透明感 注入充沛保濕力 它的使用方式就是洗完臉之後 再敷它15分鐘就可以了 他們還有這一款超濃縮的 這一款超濃縮維生態安平面膜 只要你敷一片就等於你敷了整支的安平精華 大家可以以自己的喜好去使用和選擇啦 OK 不只是這個尼靜絲的護膚系列 我還有一個好東西想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Libon的洗髮乳 這個洗髮乳用完了真的是超級無敵的香 就像這一集我們去了九族文化村 然後我是用了這一款的洗髮乳 我們在九族文化村爆曬流汗了一整天 可是我的頭髮還是很有活力的 而且重點是不扁塌 這一瓶洗髮乳還可以幫忙你改善平衡油脂分泌 還有可以改善你的觸油問題喔 Libon的系列他們也是有conditioner的 可以幫你柔順秀髮 增進光澤感 然後這次在台灣也是碰巧有機會 認識台灣的原料商 他們叫藥染 他們的熱門成分血激態 可以改善你的皮膚的明亮度 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想要去試試看 可以有帶這種成分的產品 OK大家如果有來台灣的話 可以去到各大的康市美或者是瓦森去看看囉 我真心很推薦大家如果想要買半熟禮的話 真的是可以買那一系列的面膜回去做半熟禮 因為它的價錢其實也不會貴 而且又蠻好看的它的包裝買回去 暈嗎? 沒有暈啊 呼吸困難 我們現在要去緩一緩做這個Jurassic cruise 走啦 侏羅記探險 坐船咯 不要忍得這個會飛啦 不會啦 等下會有恐龍出來咬你 會啊 你看看 哇這個有大恐龍 蛤 恐龍蛋 恐龍蛋 小三 幼兒恐龍 小三 哇好大恐龍啊 快 這個叫什麼? 雀鳥 哇老人家真的是比較適合這種慢慢的 我現在的心情很愉悅 蠻美的喔 豹龍 這個很恐怖喔 你看前面 沒有人鳥變成人 Oran Wutan啊 這邊也是有 開始精化了 精化了 我很怕這些突然間跳下來嚇我耶 我心臟負荷不到了 長毛像 大笨像的祖先 誰 像大隻的 以前動物全部是很大隻的嘛 人也跟恐龍一起生活 哇這個真的適合老人家 很chill 這個 我們現在要去搭這個太空山 欸它的太空山蠻快的耶 這個應該是不恐怖的啦 我希望 我有點小緊張了 還要一個人一個位喔 啊 老了啦 不能說不邪啊 真的是啊很恐怖啊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哇 哇 哇 好美耶 哇 這邊太暗了 快不到給大家看 我要瘋掉了 哈哈 超乱的 它的好處就是它是室內的 然後它很暗 你看不到完全 所以你就 只是感受到它那個刺激包 你不會看到什麼任何東西 這個還可以 這個還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是 基班牙海岸 這裡是玩水多的 哇這裡超美的咧 這裡你們看 我等著我的鑽對來 鑽有還沒有來 來著來著 在那邊 看它想辦法撤它 孤單的小船 這個女生 櫃台這個女生不好 我們可以講一桌一人一兩 因為它這個是噴水的嘛 噴水的就當然是要跟朋友互噴的嘛 它給我上去先 然後它下一輛 它給它等超久 然後它才來 然後現在它一個人 整個水上面就剩下它一個人 你看它自己一個人跟自己玩 我們現在玩這個大漩渦 它一點才開放哦 環水的這個 朋友要下去咯 哦 哦還好啦 哇很好玩哦這個 哇 哇 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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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還要噴水 覺得蠻長意的 哇很快一下耶 哇 要穿雨衣啊 沒有穿到雨衣啊 你看那個水會下來的 啊 啊 啊 完了呢 還有一個漩渦在中間 開始下了啊 開始下了啊 啊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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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濕的啊 還太濕了吧 欸 還有沒有耶 很濕耶 好玩哦這個 可以再玩多一次 這邊有一個全身烘乾機的 可是要錢的 一百元 這樣我們只好用布抹了 那個很斜下來的那個 哈囉 哈囉 哈哈 看起來有幾開心哦 這個應該是會很爽哦這個 可是這個沒有開 這麼直接沒有開 夾夾維修中 走我們去玩多一次要不要 走 走 我們先去玩這個飛行船 OK 這個應該是冷靜派的吧 看看風景這樣咯 如果這個有開就好咯 這個一定很爽的 這個 你看這個 這邊上啊 那邊上去啊 那邊熟 就下一點 這個一定很爽的 這個一定要穿雨衣哦 開心嗎做飛行船 開心 我們現在在這個馬牙探險 感覺好像用什麼 隔山車這樣子的 哦這樣子的咯 你要嗎 不要緊啊 台子都可以坐應該沒問題啦 我們剛才做了一個很丟臉的事情 我們已經坐上去了 然後他播那個廣告就是講 有心臟病高血壓的人 最好不要玩 然後我們就講 我們下去了我們下去了 因為剛才那個海盜船 真的是我回心臟 真的好像停了一秒這樣的感覺 還是不要玩啦 我們看一下別人玩先 因為他有360度的這個 你看那個小女孩都敢玩 我不敢玩耶 我太丟臉了吧 哦 這樣子還沒有 是這樣子 所以這麼要拖鞋 我就怕啊 哦 哦 哇 超快的我還沒有拍的 哇 它是360度短的 不見了 這樣快 哇 很恐怖耶 一條鮮 它在這這樣子下來 一直轉上去了 你的臉應該是對著那個瀑布這樣子上了 應該是很誇張 先休息一下 我們在這個九族文化村 都已經快要半天了 我們來買一個冰淇淋 這個冰淇淋是90元 嗯 Mine Chocot 很好吃耶 左邊的臉頰 拉 再拉一點 好棒 放 對 哇 有一點 右跑 右手就往左邊去做調整 就可以了 拉到臉頰 哦 咦 怎麼不 怎麼不 那邊不出啊 嗯 射去哪裡啊 你射去哪裡 7號啊 6號人 射 射去那個牆 OK 我們剛剛咧 吃完冰淇淋 又不敢玩那個UFO嘛 是不是 然後咧 我們就跑去玩射箭了 然後這個射箭咧 是需要另外給錢的 100元有12支 我覺得蠻好玩的 大家也是可以體驗一下 我現在要回去另外一個方向 去搭纜車上熱月潭咯 九族文化村我覺得 如果你帶小孩子來 我覺得很適合 非常適合 因為他自己其實沒有什麼人 沒有到很多人 然後你玩的每一個設施都不需要派對 我們今天完全沒有派到對 沒有來過的話可以來 嗯 如果你是冬天來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很不錯的這個地方 然後咧 我們在這裡咧 呼籲大家 真的是如果大家真的有來 這個九族文化村 一定要去買一些食物上來吃 因為這裡的東西真的是蠻貴吃一下的 OK 我現在走到來這個欄車的地方 最後一個時間是4點 假日的話是4點半 上來啦 我們剛剛到的那個欄車咧 是叫做九族欄車 然後要換車的唷 不能直接到日月潭了 你們走出來這裡換那個日月潭欄車 是免費的 我們的客戶有包括了 我第一次換車換欄車 我真的是有點餓了 我們去日月潭吃東西 我們已經到日月潭咯 那日月潭的單車走出來 你轉左邊 一直直走八百米 你就可以到這個碼頭這邊 然後這個碼頭咧 是有東西吃的啦 還蠻遠的八百米 就是這條街 它有賣非常多的東西 我們去找吃的啦 我要買這個啦 這個紅茶 TVBS 時尚玩家推薦 來買這個阿沙阿姆奶茶 好喝嗎 它是時尚玩家推薦 嗯 輸給五十蘭 那個奶茶味是蠻香的 只是我會比較喜歡五十蘭的味道 它裡面有飯的 還有放蔥 小辣 它是一個雞腿 然後包一個糯米飯 跟裡面 蠻好吃的 蠻特別的 它的皮脆脆的 我們很幸運的 最後一隻給我們買了 這個叫總統魚酥 你看這個人不吃香菜 所以我們叫他加一半吧 你們有看到幾可愛嗎 一半有香菜 一半沒有香菜 好吃 很香 我剛才有吃了上面一口 那個魚肉很香 嗯 魚肉很香 很彈牙很珍惜很彈牙 不錯喔 好像那個蘿蔔 我們冰城蘿蔔的味道 只要香菜的就脆脆唷 因為今天是weekday 所以它這裡沒有很熱鬧 就吃了幾樣東西 我們現在要搭船去水色碼頭 走到這裡就可以搭船過去了 這裡呢 九族文化村都其實蠻簡單的 然後我們來水色碼頭 這裡也是一趟一百五一個人 有點小貴啊 十分鐘的船 然後它有做解釋了 在這個水色碼頭 我們先去找那個 上巴士的點在哪裡先 Face等一下我們錯過了 我們就 不用為了啊 今天在入夜談睡覺了 大家跟著Google Map 來到這個巴士站 就可以大車回去台中咯 我們現在回這個 大家如果有刷悠遊卡的話 就半價 這個就是那個路線 大家來這裡排隊就可以了其實 大家有看到這個7-11 在這裡排隊 不用拿號碼這裡 不像剛才來城的時候 我們已經成功上到巴士咯 所以我們今天行程還蠻成功的 大家盡量就是早點來排隊 因為它的車滿了咧 就會需要你等下一趟了 記得要去看它的時間表 它那邊寫5點10分 最後一趟啊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這個巴士很安靜 現在我們就要帶回兩個小時 車回去台中咯 今天的行程算蠻好玩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日月潭的話 也是可以啦 直接也是像這樣的 同樣的方式去日月潭 不用在九族文化村 下車直接可以到日月潭的 回的時候也是一樣 這裡是全球第7名 汽車最漂亮的地方 所以我們明天要取消 整個台中的行程 來這邊汽車 ok 等一下我們台中見 我踩那個巴士呢 你們直接下最後一站 趕城站直接下去就對了 或者是台中車站都可以 你們自己做選擇啦 租借了一個U Park 騎過來這裡 阿豆國 這個聽起來是非常好料的 全部當地人還沒有開門 就排隊了 我們現在一直在排隊 你們看到後面超級多人排隊 我們就是騎車位啦 吃這個 我個人強力推薦的 我們來吃 嗯 它芋頭很甜耶 很紮實的 它芋頭 喜歡吃芋頭的人一定要來 try 超好吃 它甜而不膩 而且它的芋頭是很綿密的 你吃啊你會喜歡 因為它不吃芋頭 所以它就點了一個豆花 豆花好吃嗎 特別 它豆花放花生下去了 它的芋頭的綿密感是 一放一舉吧 是入口即化的那種 冰冰涼涼的 又很舒服 我覺得它排隊這麼多人 其實很值得 這個感覺可以打包一份回酒店吃耶 來我來試這個冷豆花 它的花生很香耶 我真的沒有在做效果 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它的豆花是香的 被花生很特別耶 這裡還有出名這個烤吐司 好像是除那個Butter加 Strawberry Jam 好像沒什麼特別啊這個 最近是像我們在家裡塗 Sauberry Jam這樣子的麵包 OK啊我們等一下要打包 要去酒店那邊開箱 OK 我們去Seven買了超多東西吃 我們的晚餐 然後這個是剛才那個阿豆杯 這是我們買的 綠豆湯 太好吃了我又不再買了一碗 冷凍玉 我現在來吃看它這個綠豆湯 嗯 很香很綠豆湯 綠豆可可分明 它在Sevenleven買這個 麻油雞飯糰 這個Sevenleven的巧麥麵 一盒49元的 好吃耶 它裡面是牛腸的耶 我以為便當會不好吃 蠻好吃的 這個好吃 這個麻油很香 很嫩的它的肉 它有冬菇耶 我們先吃我們的晚餐 Cin